马来西亚歌手艾成 8月17日 惊传坠楼身亡的消息 24日追诗会 超乎想象艾成了 在音乐声中 人满落幕 随后遗孀王瞳和家人 送艾成到厄宾火化 陪她走完最后一段路 而艾成最后的长眠之地 确定在三峡的 基督徒专属墓园 我答应陈陈不要哭的 因为我一哭 她就会很慌张 对 她很怕我哭 据悉王瞳本要让艾成妈妈 将艾成的骨灰带回马来西亚 但艾成妈妈舍不得王瞳一个人 最终决定让艾成长眠 在她的第二个家乡 台湾 陪伴着毕生挚爱的王瞳 园区也特别设立了 一个爱的橱窗 里面将摆放具有 纪念意义的物品 还有艾成最大的梦想 鸟巢演唱会 艾成的妈妈看到也感动地说 天哪这就是她想象中的演唱会 未来这个地方也预计开放 让粉丝朋友前来怀念艾成 而塔卫的集团董事长 也制作了骨灰戒指送给王瞳 以及骨灰琉璃项链 让艾成的爸妈可以带回马来西亚 就像艾成人在身边一样 时时刻刻陪伴着他们 亲爱的 有我在你身旁 感觉到吗 忽然有多少的房间 我们一起闯 秋冬春夏 在你身旁 在你身旁 不再迷茫 曾经的共同 都过了 寻找存在的意义 直到遇见你 我是如此的爱你 永远都不离去 答应我不再哭泣 你已走进我的生命 就让我一生守护你 我在这里 亲爱的 有我在你身旁 感觉到吗 无论有多少的房间 我们一起唱